各位大家好,又是我們梓家兄弟介紹珠海樓盤的時間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是位於珠海斗門的世榮翠湖縣 項目是由一個當地知名的發展商世榮少業所發展 畫面現在所見到的就是他已建成的樓宇和他的大型銷售中心 由於全個項目計算,其實他有接近十年的歷史 他是最早期在珠海斗門有發展的一個大型項目 以前的名字叫做李維埃拉 也都可以由剛才的畫面會見到他對出的街鋪全部已經開業 整體一個生活配套方面是做得非常之好 有個樓宇的動數你已經可以知道 單是這一期翠湖縣的發展規模已經非常之龐大 這是我們鄉州區和一個萬分之大區 鄉州區就是最早期的地方 我們可以說是目前的地方 目前基本上是沒有人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這個黃色的爆發就是我們所有的市政府在這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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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願回答不知就好過亂急不急 因為大家一開始看到我看樓時都看到有位嬉嬉嬉 其實她不是消受人員 那她是什麼人呢? 她就是當消受人員太忙的時候 就交由她們 這些嬉嬉嬉會帶你上去看一看 就負責開門 其實她不知道她不懂得回答 我覺得是理解的 但看到尾段的時候 應該就找了一位叫做外援形式 即不是住場的消受代理 其實他們這個盤不是百分之百熟 去到坐下來研究一下單位的時候 她竟然完全把動數說錯了 那為什麼我這麼肯定她說錯呢? 因為我的拍檔其實通常看樓心水很清 哪一個位置是哪一棟 她會在模型上和實況的現場看得很清楚 所以她很肯定這位外援的消受人員 絕對是說錯了這些位置 這個也可以看得到 整個項目可能客人太多 她裡面住場的消受代理也不足夠 所以才會出現這種外援形式的消受人員 說錯話了 所以我在這裡也提提各位 自己去看一個物業 想去買一個物業的話 其實自己也有責任 要搞清楚坐向、位置、景觀等等 不要買了之後才發現原來是弄錯了 最後也說完 這個世榮的翠湖縣 大概單價是16,67元一平方米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大灣區 可以留滿的資訊去CAP我們下方的Facebook連結 今集內容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